大家好我是老肉 今天咱们的话题从被暴揍的虎金说起 之前咱有期节目讲了虎金 说这家伙可以用高超的技巧 不费吹灰之力的虐杀大白杀 开膛破肚吸他的肝脏 也可以追俩小时把灰金给累半死 然后撞晕他吃他的舌头 什么冲滩捕猎制造海啸 这都是常规操作 在海洋里面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虎金的话 那就是横行霸道 想干什么干什么 那么说虎金这么厉害 在海洋里面还有人能欺负得了他吗 咱们来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很离谱了 虎金被一个下钩拳直接打飞 看起来非常狼狈是吧 那么这个右拳打开了天化身为龙的家伙是谁呢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坐头金 好吧 首先我得声明一下 这张照片是批出来的 不过坐头金喜欢打虎金这件事 在海洋朋友圈里面 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 搞得虎金还没面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坐头金又叫大赤金或者巨臂金 顾名思义 这是他的凶骑出骑的大 挥舞起来还真有点要挥拳打人的意思 成年坐头金可以长到16米长 40吨重 在体型上可以碾压虎金 这也是他欺负虎金的资本 坐头金有个嗜好非常的怪异 就是他只要听见虎金群捕猎发出的叫声 不管是隔了5公里还是8公里的 肯定会火速赶到现场 去干什么呢 去揍虎金 不管虎金是在捕猎飞鱼 还是海豹 还是鲸鱼 只要被坐头金听见了 过去就是一顿胖揍 非得把虎金的饭局给搅黄了不行 有观众要问了 说人家虎金群聚餐 关你坐头金什么事是吧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哎 怪就怪在这了 到目前为止 科学家们也没弄明白 坐头金怎么就这么恨虎金 虽然确实是有虎金猎杀 坐头金幼金的案例 但是在事不关己的时候 竟然也能出手相助 就这种行为 已然不太像动物干的事了 海洋里的这些大块头们 这关系处的实在是让人看不懂 好吧 虽然说坐头金日常欺负虎金 不过 处在海洋欺负链顶端的 并不是他 还有一个家伙 可以说欺负变了海洋里面 所有的大块头 甚至连人类的潜艇 他都不放过 就是这么嚣张 首先咱们来了解一位 电气工程师的故事 这位工程师的名字 叫做理查德·达什纳 他的工作是维护 墨西哥湾里面的水利发电设备 事情发生在1991年 有一天达什纳照常去检修 他负责的设备 结果他发现有好多海底电缆的外皮 都出现了破损 1991年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 那个时候达什纳还没有配备什么拍摄器材 所以也就没有现场的画面了 不过他保留了好多的样品 从达什纳保留的样品咱们可以看到 这些电缆被切出了很多口子 有些只是留下了切割的痕迹 有些切脱了一半 有一个甚至被整个切出了一个圆孔 而且这个圆孔非常规整 怎么看都像是有人用工具切出来的 不过你要说是人为破坏吧 也有点说不通 因为这些电缆都是在海底的 很难想象会有人穿着潜水服 拿着工具 费心劳力的去切电缆外皮 是吧 所以这件事也就成了一个谜 直到后来达什纳听说了另外一件事 说1970-80年代的时候 美国海军这边出了件怪事 什么怪事呢 就是他们有好多潜艇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圆形凹坑 凹坑所在的部位是声纳系统的导流罩 绿钉橡胶做的 有些凹坑还特别深 导流罩里面的油都泄露出来了 这就影响了潜艇的导航功能 而且这个事它不是个例 前前后后有30多艘潜艇都出现了这种凹坑 非常蹊跷 一开始美军就怀疑 说是不是苏联搞出了什么新名堂呢 查来查去也没发现什么暗器 后来咨询了海洋生物学家之后 才恍然大悟了 原来攻击潜艇的并不是什么暗器 而是深海当中的一种鲨鱼 叫什么呢 叫达摩� 它就是刚才咱说的 处于海洋欺负链顶端的那个家伙 把它日常欺负的对象列出来的话 都可以来一段爆菜名了 你比如说吧 什么虎精海豚大白鲨 藍精灰金长蓄晶 坐头抹香大无贼 海豹海豹海豹 还有什么贱鱼 虔鱼 启鱼 土鱼 煸鱼 竊鱼 世界上 脸 脸 反正只要是咬的动 它都上去咬一口 就连人类也发生过 很多次被达摩烧咬伤的案例 伤口也都是几乎完美的原型 知道这件事之后 工程师达什纳也开始怀疑了 说我这些电缆是不是也是达摩沙咬的呢 所以他就拿着样品去了墨西哥湾渔业管理中心 找专家给鉴定一下 专家一看就给他确诊了 说绝对错不了 就是达摩沙干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不管是美军的潜艇 还是达什纳的电缆 还是海洋动物们 他们被咬出来的缺口都非常规整 甚至说还有点完美 你要说随便咬一口的话 那绝对咬不了这么圆 那达摩沙到底是怎么咬的呢 要说体型的话 达摩沙体型很小 也就能长到半米左右 跟鲨鱼家那些大块头一比 那确实是有点没面子 不过要说起给鲨鱼家丢脸的话 还得说是被虎金玩爆的大白鲨 人家达摩沙虽然长得小 但是隔三差五的就能欺负欺负虎金 把大白鲨丢的面子都给找回来了 往鲨鱼家挽回了点颜面 那么达摩沙靠什么欺负虎金呢 全靠它的好牙口 达摩沙有个英文昵称 叫Cookie Cutter 这个名字毫无疑问 就是根据达摩沙的切割工艺来的 能把每一个伤口都切得这么完美 达摩沙有两样东西很特别 一个是牙 一个是嘴唇 达摩沙的上牙和下牙区别非常大 你要单独看的话呢 甚至都不像是同一个物种 上牙长得又小又碎 排列的乱七八糟的 基本没什么规律 下牙就完全不一样了 每颗牙都是完美的锯齿形 大小啊 形状啊 几乎一模一样 一颗挨着一颗 分布的非常均匀 锯条大家都见过啊 这达摩沙的下牙呢 还真有点像人造的锯条 整整齐齐 简简单单 相信完美主义者或者是强迫症的观众 应该会比较满意了 说完了牙 咱再说嘴唇 达摩沙的嘴唇啊 那就更有特色了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厚 用咱们人类的审美来说呢 厚嘴唇往往是美丽性感的表现 据我所知啊 有一个美容项目就是疯唇 说往嘴唇里面注射一些材料 让嘴唇变饱满 这样更好看 当然了 审美这方面啊 还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尤其是你还得掌握一个度 嘴唇厚的跟两根香肠似的 那怎么地也好看不了啊 是吧 嗯 达摩沙就吃了这个亏 他的嘴唇啊 实在是太厚了 不说奇丑无比吧 那也够巧的 好在啊 人家并不是为了追求好看 好用才是关键 那么这圈厚嘴唇起到什么作用呢 一个字就是吸 比如说吧 达摩沙想要吃虎精肉了 他就张开大嘴 一口亲在虎精身上 这个场景啊 你可以想象成是一个皮筹子 吸在了墙上 达摩沙的后嘴唇呢 就起到皮筹子的作用 他猛吸一口气 把自己牢牢的吸在虎精身上 与此同时 达摩沙的下牙 也就是那排巨条 已经扎进虎精的肉里了 紧接着就是一个死亡翻滚 圆弧形的下牙呢 也跟着旋切 瞬间在虎精皮上 切出一个完美的圆形 再配合上后嘴唇 制造的强大吸力 达摩沙连皮带肉的 就给做下来了 只给虎精身上 留下一个完美的凹坑 虎精这边呢 虽然是吃了大亏 但是面对灵活小巧的达摩沙 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 扬长而去 没有任何办法 这期节目到这儿啊 可能有观众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提到了 达摩沙会攻击这个 会攻击那个的 但是给出的画面呢 基本都是他留下的伤口 没有任何一段视频 展示达摩沙攻击的过程 顶多是电脑模拟的动画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吧 这跟达摩沙的生活习性 有很大的关系 达摩沙有个习惯 类似于咒服夜出的行为 白天的时候 它会下潜到3000米深的地方 3000米深是什么概念呢 咱们通常说的深海 它的定义是200米以下 在200米这个深度 虽然还有微弱的光照 但是已经没办法光合作用了 到了1000米以下呢 就完全没有光线了 是绝对的伸手不见五指 生物也很稀少 而且这个深度的生活 要么进化出了发光的构造 要么干脆就没长眼睛 达摩沙就是会发光的那一类 可以发出微弱的绿光 那么虽然1000米深就已经漆黑一片了 但是达摩沙还要继续往下潜 再潜上2000米 它才停下来 达摩沙的整个白天 就这么待在漆黑冰冷的3000米深海 到了黄昏的时候 它才开始上浮 等它上浮到几十米深的地方 天也就黑了 其实像是金鱼 海豚 这类海洋哺乳动物 还有大多数的鱼类 它们也是白天活动 晚上休息的 所以对于达摩沙来说 晚上月黑风高的 非常适合下手 碰到虎鲸了 就吃口虎鲸肉 碰到海豚了 就吃口海豚肉 逮什么吃什么 从来不挑食 对了 之前虎鲸那期节目 咱们提到说 虎鲸只吃大白沙的肝脏 其他部位一口都不吃 有观众就留言说了 说虎鲸之所以不吃鲨鱼肉 是因为鲨鱼肉全是尿味 被虎鲸嫌弃了 好吧 刚才虎鲸的口味 跟咱们人类差不多 是吧 不过呢 达摩沙倒是不嫌弃 碰到自己的鲨鱼近亲的时候 偶尔也会上去做一口 毫不留情 就这么吃吃喝喝的 一晚上就过去了 天亮之前呢 达摩沙又轻轻的走了 正如他轻轻的来 他游向漆黑的深海 只留下圆孔一排 好吧 不得不承认 达摩沙的行踪 实在是太深出鬼没了 这就是为什么 很少有人能拍到他的原因 说了半天 达摩沙达摩沙的 那他为什么叫达摩沙呢 不知道大家好不好奇 反正我第一次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很不理解 按道理来说 达摩在中文里面 指的是达摩祖师 正是达摩祖师把佛教传到了中国 可以说是中国禅宗的开创者 一边是德高望重的老禅师 一边是令人恐惧的深海恶魔 这两个形象 怎么看都不挨着 是吧 那么达摩沙这个名字 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哎 我费了很大的功夫之后 好像是弄明白了 首先说呢 达摩沙还有另外两个叫法 一个是曲奇沙 一个是雪茄沙 这俩说法的来源就比较清晰了 曲奇沙毫无疑问是从曲奇切刀来的 雪茄沙肯定是说它又细又长长得跟雪茄似的 这俩都很好理解 不过也跟达摩没什么关系 所以我就想了 会不会是英文里面有什么类似的音译呢 那么在英文里面 生物学的达摩沙属的学名叫做 Isis 是从Isis这个词来的 Isis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古埃及的光明女神 伊西斯的名字 既然是跟光明有关系的 那应该指的是达摩沙会发光这件事 漆黑深海里面的一点亮光 也算比较贴切 不过从发音来说呢 跟达摩一点都不像 要说跟达摩发音有点像的英文诞词 很容易想到Demon这个词 是恶魔的意思 诶 这就跟达摩沙的形象对上了 难道说达摩沙的达摩就是打这来的 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你想啊 起名字的人要想表达恶魔这个意思的话 那干脆就叫恶魔沙好了 是吧 干嘛还要去碰词人家达摩祖师呢 还是说不通 后来啊 我又想 达摩沙在日文里面叫什么呢 查了一下 还真对上了 日文里面管达摩沙叫 Daruma zame Daruma就是达摩的意思 而且是根据中文达摩的发音音译过去的 这个词啊 原本的意思也是指达摩祖师 不过现在大多数情况下 指的是一种叫达摩蛋的摆件 这种摆件就模仿了达摩祖师坐馋的姿势 那么说这达摩蛋跟达摩沙有关系吗 哎 我感觉就是打这来的 因为你看达摩沙张大嘴的形态啊 是不是跟达摩蛋有点像呢 既有厚嘴唇又有锯齿牙 达摩沙这个名字啊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从达摩蛋来的 当然了 大家如果有不同看法的话 欢迎留言来讨论一下啊 其实要说达摩沙最大的特点啊 还得是他的生存方式 通过达摩沙进食的过程 咱们可以发现啊 达摩沙吃东西的方式 跟其他鲨鱼 或者说跟其他肉食类动物完全不一样 你想啊 不管是陆地上的还是海洋里的捕食者 他们捕猎的时候 都是猎沙整只猎物 是吧 从来没听说过 从猎物身上咬下块肉来 然后还让猎物继续活下去的 想想都觉得很残忍 不过呢 残忍归残忍 仔细考虑一下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 从达摩沙的角度来说 这可能是一种非常明智的生存之道 麦克海特豪斯博士 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海洋生态学家 专门研究海洋生物的捕猎活动 他就提到一个事 说在夏威夷海域啊 几乎每一只成年的飞旋海豚 都有被达摩沙咬过的痕迹 基本都是之前的一个伤口好了 然后又被咬一个新的 虽然海豚们生活也很正常 但是隔三差五的就被达摩沙吃掉一块肉 非常郁闷 这件事吧 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 我就感觉怎么好像达摩沙是在放牧这些海豚呢 想吃肉的时候咬一口 也不影响海豚生活 反正过一阵海豚那块又长出肉来了 而且刚才咱说了 达摩沙这家伙完全不挑食 什么肉都吃 大家被咬了之后还都能恢复 这不就相当于这些大型海洋生物 都在给它提供食物吗 这种关系跟蚊子吸血很像 其实是一种寄生行为 只不过跟蚊子吸血比起来 直接去吃别人的肉 那就太惊悚了 好吧 虽然达摩沙的生存之道 总给人一种卑鄙残忍的印象 但是正是这种卑鄙的手段 让它成为了一种生存能力超强的物种 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动物保护名录当中 达摩沙属于最低保护等级的无微物种 真的不愧是寄生了所有大型海洋动物的 终极寄生虫 只不过它的名字 与其去碰瓷达摩老祖 还不如直接叫恶魔沙或者寄生沙更贴切一些